早上这样喝,再好的化妆品都比不过它 大米,糙米,红豆,花生,莲子,百合,桂园,加满漂亮水,隔水炖一个小时 一个星期喝两次,你就是街上最亮的妞,自己不会搭配的 选这个七日杂粮粥,粥粥有营养,这么冷的天给家人来一碗,暖心又暖胃 最近大鱼倒入吃多了,试试这个清爽解腻的西兰花大虾吧 我们清洗西兰花的时候放一勺面粉,面粉有吸附性,可以更好地洗出菜里的虫卵和杂质 水开放一勺盐和油,倒入西兰花烫58秒左右捞出 然后放姜片,倒入大虾,烫熟后摆在西兰花上 放葱酸末辣椒,淋上滚烫的热油和这个现成的白猪汁 淋上一勺其他什么都不用加,就已经特别好吃了 饭店里的腌萝卜为什么那么爽脆好吃呢? 看完你就会了,萝卜切厚厚的薄片 放勺盐腌制半小时,杀出水分,然后再挤干水分 这样放到明年都不会坏 放青红辣椒,姜蒜和花椒,淋上滚烫的油 一勺生抽,一勺陈醋,一勺白糖 翻拌均匀,腌制半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吃这种水的话啊,还是要配上我们家这个彩虹服还有面 哎呀,安逸餐哦 喜欢吃这个菜不?喜欢的话我给你蒸点过来,要不要的啊 下锅员,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想趁点给我吃,肠子都生熟了 每次做这个黄焖鸡,家里的米饭都不够吃,特别是这个汤汁泡饭,一次能吃好几碗 首先一定要选用鸡腿肉,肉质更饱满,没有骨头 一定要冷水下锅,放点料酒,煮出血沫,捞出备用 油热放姜葱炒香,倒入焯好水的鸡肉,大火煸炒一分钟,炒出鸭油 倒入泡好的香菇,调味加入这个黄焖酱汁,只需要一小袋 就不用加其他调味了,因为很多人都掌握不好调味 倒入开水,壳盖焖10分钟,再倒入土豆焖8分钟 这么简单的做法,点个赞收藏起来吧,免得以后找不到了 你们看,我叫做辣椒面,安逸不,今年的新大只做了辣椒面哈 搞得来吃不,安逸得很 他说是花牛星 可能很多外地朋友,看不到我们这种吃法 但是作为家乡人,这种吃法是最爽的,最感应 以后你要是想吃烤鸡翅了 就跟着我这样做 一口下去满嘴都是香味 鸡翅用开水烫过后会比较容易上色的 放上葱姜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半包烤鸡翅的摇鸡粉 一勺花生油 抓匀腌制半小时 用竹签穿好后刷上一层油 烤箱提前预热180度烤30分钟 真的太香了 连鸡皮都是脆脆的 年夜饭学会知道南瓜蒸排骨 寓意团团圆圆 好吃又好看 切好的南瓜盘中摆成圆柱形 洗净的排骨中放葱姜蒜末 生粉和一包调制好的齿制酱 一勺食用油抓匀腌制半小时 然后摆入南瓜中间 水开上锅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 你学会了吗 这样做的油豆腐炒肉吸满了汤汁 真的太下饭了 油豆腐剪一个小口 再按屏幕上的方法调一个料汁 这样就不会手忙搅乱了 少许油下肥肉煸出油汁 放瘦肉炒到变色 再下生抽料酒姜蒜辣椒一起炒香 再下豆腐翻炒一下 然后倒入料汁 口概焖煮三分钟 最后下芹菜 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孩子不爱吃你做的菜 你就学会这道小朋友爱吃的蒜香鸡翅试试 鸡翅对半剪开 放盐 胡椒粉 生抽 蚝油 抓匀腌制10分钟 油热把鸡翅下锅煎至两面焦黄 盛出备用 并起锅放蒜末 青红辣椒洋葱丁炒出香味 倒入鸡翅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又到了自烧烤的季节 我要开始做蒜蓉酱了 用来烤生蚝 煮小龙虾蒸各种海鲜都非常好吃 首先把蒜头打成蒜蓉 然后用清水多清洗几遍洗掉里面的蒜油 洗干净后用纱布挤干里面的水分 再把5块1斤的小米辣搅碎备用 五层油温先放一半的蒜蓉进去炸 边炸边搅拌 炸至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关掉火了 然后倒入另外一半的蒜蓉和小米辣 搅拌均匀后放盐 鸡精 白糖 生抽 蚝油 用锅里的余温再次搅匀就可以了 放来后密封冷藏可以测很久 喜欢的收藏做起来吧 酒店里的蒜蓉粉丝虾相信大家都吃过 其实它的做法很简单 首先剪掉虾脚虾头 去掉泥带和虾线 从背部切开 尾部不要切断 盘底铺上粉丝 像我这样摆上大虾 蒜蓉辣椒淋上热油 放生抽 蚝油 盐 白糖调味 搅匀后铺在大虾上 水开上锅蒸8分钟 放葱花 浇上热油 这样做的蒜蓉粉丝虾 你喜欢吗 这种蒜蓉的蒜蓉 然后就这样想 Alger